今天來到折舞 首先先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哲學星期五 有沒有人第一次來折舞台中的? 有嗎?第一次來 請放下 很多人第一次來 那可能 也許大家不太認識 或可能也沒聽過折舞 所以我就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是折舞 折舞的話 我們其實是固定每一個禮拜五的晚上 像在台中固定禮拜五晚上七點半到九點半 這兩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就會在想想人物空間這個地方 我們會找一個場地 然後跟大家每個禮拜來討論不同的議題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覺得說 很多議題需要被拿出來討論 因為我們這個社會上不習慣討論事情 所以我們其實從2010年開始 折舞就在台灣開始舉辦 那時候是在台北 在台北的第一場 大概比今天的人還要再少一點 我們折舞的第一場 大概只有五個還是六個人 然後我們那時候是在台北的一個咖啡 也是咖啡店裡面 那大概這五六個人就開始來談一些 覺得應該要被討論的事情 所以沒有想到說應該要特別應該要人多少 那就這樣持續舉辦 那一直到後來到台中 2014年我們就在台中也開始了辦第一場 那持續到現在快三年了 2014年的1月到現在2016年12月 所以這將近這三年的時間 其實我們折舞在台中也開始 每個禮拜固定這樣舉辦 為什麼? 因為你們平常在學校老師啊 不鼓勵大家討論 或者是說你們在課兩上 老師講的話你們沒反應 然後大家不習慣發問 為什麼?因為我們害怕我們講的話 我們問的問題是笨問題 從小到小被這樣教育 所以我們其實希望可以打破這個 這種比較自私的想法 我們希望說在很多議題 其實沒有被好好的把它講清楚 就好好在這個輕鬆一點的地方 那我們來把它談清楚 談清楚之後呢 也許可能大家帶著不同的意見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立場來到這邊都很好 可是也許可以在這個場子裡面 我們稍微聽到一些 我們之前沒有聽過的事情 或我們去看見那些 我們以前沒有被 沒有仔細去看的事情 可能很多事情我們看到表面 可是更深入也許我們可以看到 可以透過折舞這樣的一個場域 每個禮拜五找不同的人 不同的團體 他們正在做哪些事情 其實我們就是說 可能這些人做的事情很重要 可是也許社會上沒有那麼多人重視 那我們就覺得應該好好把這些人 找來折舞這個平台上面 請他們好好來介紹一下 他們正在做的事情 讓更多人可以聽見 更多人可以看見 這就是折舞的目的 那我剛剛講討論很重要 所以找來的講者不是最厲害的 最厲害的是來自於參加的這些人 也就是在座的你們 為什麼 因為你們才是這個公共論壇裡面的主體 公共論壇是為了要討論 不是為了要來聽演講的 你知道我們不是辦TED TED是找一個人講十五分鐘 講十八分鐘 可是我們不是 我們希望說可以跟在座各位 好好來溝通清楚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鼓勵大家可以發言 那所以最後有一個很重要的傳統 我們每個人都要自我介紹 在一開始的時候 每個人稍微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 告訴大家你是誰啊 來自於哪裡 在做什麼 或者說你為什麼想要參加 今天的這場主題 或你對於今天的主題 有什麼樣的看法 有什麼樣的想法 都很歡迎大家 可以在這個時候 表達出自己的一些想法跟意見 那待會兒我們才會進入到 我們今天邀請的這個 林書雅老師 他會來跟大家分享 那比如說我們今天要談 寫信馬阿松 那什麼叫寫信馬阿松 世界人權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人權到底是什麼 大家都可以提出來討論 那在他正式他要來講之前 要大家要自己先自我表露一下 談一些自己的想法 那是很重要 其實也可以在這 談自己的想法過程裡面 我們就開始給我們自己 比如說我們今天邀請來的老師 就他可以給大家 他也開始想說 也許說不定你的意見 比他更好啊 也不一定 所以我們歡迎大家 不同意見上 和彼此刺激 這樣子 那最後 我要工商服務一下 我們摺五 其實像 不管人多人少 我們都是堅持每個禮拜五都要做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講 要把事情溝通前討論清楚 那可是摺五 其實我們就是靠一個 志工團隊在運作 每個禮拜五 去發想不同的議題 然後找不同的人 來這邊來分享 那所以我們其實 靠這個團隊運作 我們需要大家來支持我們 那我們在樓梯口那邊 我們志工手上有一個 那個小小的捐款箱 有沒有 我們連捐款箱都是 隨便找一個 櫃子來當的 我們沒有特製的捐款箱 沒有 那如果你覺得 哲五這樣的一個論壇 公共平台很值得 在台中 繼續的 保持下去 那歡迎可以小的捐款 來贊助我們哲學興趣和台中 這樣子 那 我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我們是不是就邀請大家來 自我介紹一下 好不好 我們從後面開始 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James 我是第二次參加 是 然後 我今天來 就是主要是看到這個主題 就是說 因為我 說實在我平常 並沒有注意到這個主題 是 對 那我是因為不了解 然後 看到這個議題 我覺得我需要關心 安全 對 然後再加上說 就是說我仔細看了那個連結之後 發現 就是說 今天寫信 真的 能改變這件事情 我是很好奇 所以說 當然 這個對我來講 我們是有一個例行動 這個行動 可能不會很難 就是寫信而已 但是他可能可以造成 這麼大的一個影響 我想知道 是 真的 真的可惜 這樣子 對 那這是我來的一個目的 我想要更深入了解 這樣子 好 好 我們就來看看說 寫信到底是不是 真的可以來幫忙 來救我們 大家好 我是來自張氏的學生 其實我今天會來 我想說 人權這個議題 其實是 我覺得是到比較近代 會拿出來討論 因為 很久以前 是從地製 然後 封建社會 對 人權從來沒有 人民 只是一個富有 主體還是那些 有權有私的 王主 或是 那些會 我想說 這個人權為什麼會 到近代 然後 變成是一個 大家一起要倡蕩 就是說 人一天剩下 就有權力 所以我覺得 欸 那 那我覺得 人權這個東西到底是不是 天賦人權 因為 人權是 老實說 是別人給你的 是 那 別人是可以剝奪 你是到底有沒有 這個所謂 人一剩下來就有權利 你呢 我想說 權利是天生的 對不對 好 大家好 我是 比較正劇 然後我 一張 那今天是 我的帳號 這也是我第一次過來 是 那 那 我 會過的全會是 我中原在 休息的時候 我在工作 然後休息的時候 滑手繼續看到 也是讓他人權 那 我對一其實 沒有非常的 就是 關注 然後就 直接會關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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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真心 然後 我是情藝科大 我們創新是年級的學生 然後今天會來是 其實我觀望 折舞已經很久了 觀望很久 但是沒有來過 對 對 然後就是講說今天的議題 好像滿有趣的 所以 一股好奇心就來了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來自中興大學的英文 然後 就是我之前 大概9月的時候 第一次來折舞的時候 就在樓下 就是有拿到那個 就是 國際投射的讀字的期刊 然後 可能就真的 然後翻完 然後 我就覺得 就是我也有看到寫信 嘛 就是就是 還沒有機會來了解 所以今天就來聊解一些 大家好 我是啟鈺 那我也是中興大學的學生 那 人權的問題 基本上是 高二之後 就開始有在關注 可是沒有太深入 所以今天就想說 來深入 是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一問 那 就是 我是今年有參加 人群馬松的那個 教師 對 所以就是想說 再來聽一下 因為 有參加做培訓 沒有沒有 我們就是自己 那個上網三進 但今年是我第二年做這件事情 對 所以我們 我還在摸索 因為其實 這個議題對孩子來說 其實是困難的 然後 以台灣的教育 目前的環境來說 其實孩子沒有辦法理解 這件事情 雖然我知道就是 就是 特殊組織這邊給的資料很多 可是 其實離他們的世界很遙遠 我教的是國中生 所以其實他們真的就是 沒有辦法 聊 他們可以理解 但他們沒有辦法 完全性的感同身受 那我其實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再 多 更多的理解 我可能會更有辦法 教導他們 對 不過我們年離世界也蠻遠的 對 雖然這個離他們的世界 不過我們台灣人 也離世界蠻遠的 大家好 我是派 然後我是中興大學 我就助理 然後關於人權 因為從小我就覺得 人應該是 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 所以從小就是 會不斷的會有一些 革命 這樣就大概一直革命當小 就不斷的在跟家人 學校可能也有一點 對 但通常是家人這樣 然後我參加責務是第三次 可是我發現 他的共同點跟人權其實都有關係 就可能 靈敏幼稚園 就是土地爭議 這其實跟人權居住權 然後跟上司戶 上禮拜 護家夢 那其實也跟 就是兩性平權有關 那其實我覺得回歸到人權的部分 可能台灣文化的關係 所以我們有時候好像必須聽從家族 或者是群眾的意見去做選擇 所以我覺得這好像跟人權有一點關係 但我其實也沒有這麼的確定 我只有發現到這件事 所以我想要再聽更多的內容這樣 好 好 大家好 我是好嗎 我今天算是路過 路過 不小心進來 然後 那既然進來就不要再走 對 好好把他聽聽看 看是什麼事情 所以 好清楚 平常對這議題沒有太多的了解跟認識 那希望今天經過大家的討論 能夠對人權有更多的了解 那平常有寫新的習慣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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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現在如果寫新 連聖誕節要到 都不記聖誕卡 大家好 我是小謝 我今天從台北來 我今天從台北來 也是因緣即歸 路過 不算嗎 我剛好被撿進來 OK 好 我覺得這個題目也蠻有趣的 因為最近確實有很多 很有爭議性的問題 是 然後我覺得 就是在台灣 一個很奇怪的思維現象 就是大家可能會被媒體就是 誤導很多事情 所以我覺得 可以有這個 會有這個平台 跟大家一起做 深度的討論是很不錯的 是 對 希望今天有收穫 好 大家好 我是天軒 然後我剛聽到前一位從台北 然後就覺得很驚訝 因為今天很多人從台中上去台北 明天會 也是為了世界人權日 然後 可是 我應該是瞭解世界人權日的時候 我會把它 就會想說 嗯 在一開始 世界人權日在台達 國安大道要舉行活動的時候 其實沒有那麼多人在關注 所以後來 同志的議題不斷的在吵之後 今天才會變那麼大現況 然後甚至很多同學 就是 很多朋友 然後不去台 沒有辦法請假去台中同志遊行館 而請假去台北的世界人權日 然後我就想說 拜託 台東遊行 台東投資遊行 應該是最值得 也要捍衛了吧 然後 反正我覺得 從小到大 就是一路上也有很多 自己本身 嗯 自己本身 覺得自己的權益 需要被彰顯的地方 然後 不斷 因為 嗯 大家會覺得 好 你跟我有一點不同 就會用不同眼光去 嗯 不同眼光去看我 所以 我基於這個想法 我一直很支持各個不同的人權 嗯 不管是同志或是移工 嗯 他們的權利這樣 然後 很想要了解 世界人權是 到底是 嗯 嗯 這太廣泛了 還半圍了 是如何去真正的推動 嗯 嗯 去包含所有的人權 那大家 嗯 一般民眾討論 又是怎麼樣進行的這樣 很廣 很廣 很大的地方 從小的到大的 來 嗨大家好 我是一安 然後 我是因為 呃 我覺得就是 之後大概是 就是說網路上 就是台灣 就是 實際 就是 讓我覺得 實際要放鬆 就是 呃 那我覺得 視為方面 會讓我覺得 比較舒服的 一個族群吧 因為我不知道 就其他 大部分地方 就 我都不喜歡 就 因為我覺得這邊 感覺比較 舒服 對啊 所以我們來這邊 等一下可以 好的 大家好 我是玉鈞 然後 第一次來 欸 這邊的空間是第一次 啊 參加折舞是 第二次 對啊 對啊 比較少 接受這一筆 想說來聽聽看 是 嗯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婷宇 呃 因為就是說 現在媒體的 人新聞給我的一些 人選方面的資訊 就是非常的 客觀 然後簡直上情緒化 換說來參加這個 等近一點的講座啊 然後探討一下 我們沒有那麼多機器 呵呵呵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哲武之工 宇晨 然後 呃 大家有 大家剛剛有聽到蠻多 人權議題其實是 放比較蠻廣的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自己是在 台灣某社服 單位做社工 對 那 接觸的比較是 疲困的 兒童家庭或者是 受虐的兒童這樣子 所以其實 呃 有些 呃 有些人其實是 被迫貧窮 或者是 被迫被受暴 被疏忽的兒童 他們其實也是做 人權議題 就自己給大家 給大家思考一下 這樣子 謝謝 好 我想 大家剛剛都稍微 介紹過一輪 其實我們都 很多人都談到 人權這個議題 人權議題很大 但是其實 呃 剛剛就包含有位同學 他談到一個 我覺得被很好 很多東西就是人權 比如說 黎明幼稚園 他發生這個是 土地的問題 破欠的問題 所以會有土地的權利 破欠本身 也是一種 人權上的情態 那比如說 很多人 現在都在關注 婚姻平權的問題 從性別的角度 在談 不管是你的性形象 你的性別為何 或者你的種族 宗教等等的因素 其實都回歸到 人的尊嚴的部分 我們其實 要的一個是 人的最基本的尊嚴 好不好 所以談到人權 每個人會有自己 在詮釋的作品 那可是人權到底要 我們會有自己的詮釋 可是對於人權 到底要怎麼行動 怎麼做 其實我們大部分 都覺得人權很重要 可是他好困難 離我們好遠 那我覺得就是 包含像我們在文案裡面 我們折武的這個禮拜的文宣 也提到 其實就是 人權它其實要從小地方開始 為什麼我們說小地方 剛剛有人提到說 血信 這件事情到底有沒有效 那大概有蘇雅會來跟大家講說 血信到底有沒有用 因為其實我們為什麼要從小地方 血信就是從小地方開始的行動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 平常大家士農工商 做自己的事情 可是 你在做自己的事情 你有空閒之餘 你想要多關心這個社會一點 所以有一些人選擇去當志工 可是你看到 有在社會上發生不正義的事情 世界上發生不正義的事情的時候 你有想要幫忙 可是我們到底一個個人 可以幫忙 他什麼忙 小地方開始 所以人權應該是從 我以那個艾琳娜羅斯福 就是羅斯福總統夫人的話 人權是從小地方開始的 從哪裡開始 從你的課堂上教室裡面 從你的家庭生活裡面 從你的辦公室 從你的工廠 從你的農場裡面開始 人權是從這樣開始 如果不是從這些小地方開始 我們直接進入到那個聯合國的大體系的脈絡裡面 談說國際人權公約應該要怎麼遵守 怎麼訂定 這些都對我們其實 對大部分人來講 其實這個太遙遠了 可是這些其實必須要做 可是在談這些必須要做的這個大架構之前 我們就回歸到人跟人之間 我們到底從個人的行動層面 我們到底可以怎麼來做 我就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今天應該好好來值得大家關注 甚至待會兒我們如果有空 我們也一起來寫寫信 平常我們已經很久沒有信生活了 寫信的生活 就是大家也可以來寫寫 待會兒我們就是 是不是先把時間就交給這個 蘇洋 那歡迎蘇洋 謝謝